10月25号中国高速铁路展一致曼谷马克扇继续展览 展期为一个月 此次展览为泰国民众了解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发展和技术创新情况 以及中泰两国铁路合作情况提供了平台 此次中国高速铁路展的主题是快速发展的中国高速铁路 展会介绍了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和现有线路的一些基本情况 泰国未来高铁建设的规划以及中泰铁路合作与交流情况 展会采用播放专题片展板和模型等形式进行展示 一位曾坐过中国高铁的泰国观展观众表示 中国高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希望泰国政府能引进中国高铁技术 根据泰国运输部的高铁建设规划 泰国将在未来七年内完成以曼谷为中心 向四周辐射的四条高速铁路的建设 将曼谷与北部青迈府 东北部赫勒府 西部华新和东部巴提亚连接起来 其中泰国往东北的高铁将一直向北延长 穿过老窝到达中国昆明 而泰国往南的高铁则将穿过马来西亚到达新加坡 实现这样高铁的互联互通物流畅通 不仅加强了泰国的基础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也有利于东盟与中国 以及东盟内部的经贸与旅游发展 关于泰国高铁建设最终是否选择中国高铁技术 以及中泰高铁合作情况 中泰铁路项目协调组副组长杨勇给出了回答 现在泰国政府对各条线的可行业研究 和环境评估 社会影响评估还没有完成 整个项目的采用什么方式的招标或者合作 也还没有最后确定 我们在等待泰国政府的最后决定 中国政府出资为泰国培养100位铁路 高速铁路建设和管理人才 那么这个培训一共分五期 在今年就是2013年7月份开始 到现在已经完成了两期 那么剩下的还有三期 应该是在明年上半年就要完成 东盟卫视MGTV记者 何交方 王坤龙 庆邦 泰国曼谷报道